但我不曾有一天当过娘 或许你说得对 我不配当你们的娘 既然你也那么痛苦 那还不让一切都回到原点 怎么回到原点 我们能够重回原点吗 哪里才是原点 你父亲含冤而死 你能让他重生吗 他的血还深仇 我能不报吗 几次看到洪须 遭遇到生死为难 你以为我不想告诉他事情的真相吗 但我不能 因为复仇 已经和他的命运结为一提 二十年了 我不能告诉他 他的人生目标 就只有复仇这一件事情 我如果告诉他这一切都是虚假 我会毁了他 他会承受不了的 他 他的人生就是靠着复仇这两个字活下来的 知道 可他现在已经快活不下去了 难道你没看见 他为了复仇 已经在鬼门关前徘徊了吗 这次救得回来 这次救得回来 那下次呢 下次我们还可以这么幸运吗 你以为我是铁石心肠的人吗 难道我寒心如苦 一手带大的孩子 我会不心疼吗 你告诉我 我能怎么做 我还能怎么做 唯一的方法 就是一切我来承担 一切由你承担 嗯 该报的仇我来报 该扛的责任我来扛 唯有这样 才能让一切回到原点 让所有的人 得到公平和释怀 那傅宏学怎么办 不要让他知道 只要最后捅入仇人心窝的那一道 由他来执行 这样就可以了 你以为你能代替他多少 全部 除了 包括灭绝十字刀 你要学灭绝十字刀 为我父亲报仇 本来就应该用他的成名绝技 不是吗 我知道拦不住你 这一天 终于来了 这一天 是吗 这是 我趁那孩子昏迷的时候 从他那里拿过来的 我嫂子料到会有这一天 你父亲的武功 你怎能不会呢 我希望有一天 你们兄弟俩能够联手 学会这个灭绝十字刀 为你爹报仇 在我炼成灭绝十字刀之前 傅宏学 就交给你了 如果你要他安全的话 就不能交给我 什么意思 因为你要他活命 他就不能是我的儿子 叫我 乖孩子 出来吧 我好好的医好你 出来吧 大哥 这 这魅影怎么了 他受了伤 没看到吗 大哥 我能帮上什么忙吗 你可以留在这里再说 等一下有你帮忙的地方 我 孩子 吸了我的血 你很快就好了 就可以找叶开报仇 好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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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主 来吃一点吧 多吃一点 身体才能恢复啊 来 快吃吧 兵姨 母亲呢 他现在去歇着了 这么长的时间 我还没有找到凶手 又受了伤 母亲对我一定很失望吧 你这孩子 好不容易捡回来一条命 公主高兴还来不及呢 怎么会怪你呢 少主啊 你就不要苛求自己了 报仇的事情以后再说吧 不行 不行呢 她人在哪里 我去跟她解释 少主 公主她不会生气的 禀姨告诉你 这次你中了毒 公主她着急得不得了 晚上连觉都睡不好 我看见她一整天眼睛都通红的 肯定是为了你啊 偷偷地哭了好几次呢 只是她个性太强 不愿让人知道罢了 其实啊 她的心还是很疼你的 你看 这些饭菜都是她亲自下厨为你做的 这 这些饭菜 真的是母亲做的 你父亲在世的时候就喜欢吃公主做的菜 自从你父亲走了以后 她就再也没有下过厨 二十多年了 这可是第一次啊 冰姨 你待会儿去告诉母亲 说我身体已经没事了 别让她担心 她是你娘啊 为什么让冰姨去跟她说呢 明天啊 你自己跟她说 来 快点吃吧 啊 能吃饭了 很好 母亲 孩儿不孝 让母亲担忧了 坐下 来 娘为你 不敢劳烦母亲